如果你买了很多衣服回来完之后怎么穿都显胖 那是因为你不了解自己是什么类型的身材 所以我今天就用一分钟的时间跟大家一起判断我们自己的身材 因为我们穿衣服这件事情就是要扬长臂短 这样穿上去才会更显瘦 首先我们需要一根软翅 先测量我们的肩围 大概在我们鼠骨下面一点点就是我们肩膀最宽的位置 然后就是我们的胸围 还是测量我们最宽的位置上 大概就是在胸顶点上面一点点的位置 接下来就是手臂分界线这里 腰最细的地方这里可以测量我们的整个腰围 最后一个就是臀围 还是测量我们臀部最丰满的位置 对比一下我们的数值 肩围 臀围 胸围 哪一个维度是比较大的 第二个是肩围和臀围相比 第三个就是用腰围除以臀围来计算出我们的整个腰臀比 BCA跟BCB 其实这类型的身材就是离型身材 那么离型身材其实我们要尽可能的就是弱化掉我们下半身的缺点 避免太紧身的衣服 都选择那种散裙或者是口腿裤 可以增加我们腰细 但是又把我们的胯给它收紧 离型身材最漂亮的地方就是我们上半身比较瘦 多穿V领 一字领或者是小吊带 去凸显我们上半身的瘦 接下来BCC和AAC它其实都是苹果型身材 那苹果型身材上半身是相对比较圆身的 不要选择那种太紧身的衣服 我们可以适当选择有一点点陆肤的 整体的版型是贴身但不要太合身的那种衣服 可以多选择那种V领或者是Fulling 可以增加我们上半身显瘦的感觉 苹果型身材的四肢是特别纤细的 所以我们下半身要多露出来 如果你是属于这类型身材的女生 那么你就很典型是属于那种倒三角的身型 那么这类型的女生其实要避免太繁琐的款式 选择那种简约合身的 尽量避免垫肩的衣服 因为倒三角是我的肩膀已经非常非常宽了 所以不要选择那种带垫肩的衣服 这类型身材女生跟我一样就是那种H型身材 其实H型身材最大的缺点其实就是没有腰身 所以像H型身材女生一定要多注意的就是 可以多穿高腰线的收腰的一定要凸显腰线 你的身材的比例就会很好